我想是有很多公司的記者 或是這個Apple的記者 你可能會串聯你對是的人 那你這樣也有提到獨立媒體 那還有提到公民行動 可是公民行動 你們進入整天快結束了 所以你又想說說 你有什麼更具體的組織 可以多串聯這些人 然後有一天就像你講 有一天超級合理的 这个有两个方面 比如说以我个人来讲 以我的个人的能力来讲 我们 你说Pepo平台上面那么多人 其实我们都不认识 因为大家住在各个地方 那我们 可能 比如说我看到好奇宝宝的报导 我就知道好奇宝宝 他可能住台北哪里 可是我不认识他 那我们要认识都会 有一个场合就是 Pepo会办聚会 他每年都会办聚会 他可能在哪里哪里办 有些地方办 像九月刚台南刚办过 十月要在台中 那我们就会想办法去 那假如说太远没办法去 那台北厂我们就会去 那我们就会认识的记者 公民记者 那有些人 他可能住台中的 他搞不好也跑来 我们大概都是那个场合认识 那那个场合认识 我们就要想办法去守啊 那搞不好是半天一天的活动而已 我们就要想办法走 然后互相留一下资料说 其实我们都常常是 都是神交已久 可以这么讲 神交已久就是说 比如说我知道好奇宝宝 他在报道很棒 我真的是这个 我知道这个人 啊现场 哦哦你就是好奇宝宝 我常常看你的文章怎么样 我们就熟了 真的就这样子就熟了 因为我们在网路上其实都已经互相了解 我们只是插那个见面 然后我们这样子认识以后 啊我现在就 我在做一个事情就是 我在拍一个 虽然只有一集 到目前为止只有一集 我把它叫做公民记者列传 其实每一个公民记者有他的故事 因为他不是记 一般的记者 其实他是一个平常人 他在当记者 所以有他自己的故事 那我会跟这个记者走了以后 好我就要去拍你这个故事 拍你这个故事 我现在就拍一集 就是屏东的一个记者 在来一个 他是个原住民 上次刚好去高雄参加职位 然后就跑去来拍他 就是我们要去深化 深化或者说去强调 其实他是一个公民的这个角色 让别人看到说 哇他就是一般的人 一般的人 那他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其实他以前也是记者 可是他就是后来没有当记者 然后就是 类似他们那里的守护神 他们那里地区的守护神 我要去读解这个东西 那第二个就是说 还有另外一个方式 譬如说我是一个公民记者 对不对 我是一个公民记者 那我觉得我比较有 因为我做久一点 我比较有一些心得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在社大开课 我们就在社大开课 那现在全台湾大概我知道有四五个 就是类似这样子 譬如说我在板桥社大开课 那我就想办法 培养我们板桥的一些人 一起来做 其实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很负担 真的很负担 那什么事情都会让我们去跑 我们希望有 我们板桥有更多人一起做 那我知道像像南港 像松山 像苗栗 像台南 他们都有一些公民记者 就真的去带公民记者培训这样 那因为那些那些公民记者 我们就认识 所以假设 假设那个某一个地方的团队能起来 那变成说 那就不止他有公民记者 而是一群 一群公民记者 所以像我知道有一些例子 就是 现在PATBO上面有一些公民记者 都是学生 就是设大的学生 就是我们公民记者去带的设大的学生 然后他们就后来再变公民记者 就 比较有组织 大家一起来做 我 请不吝点赞 设大 en 赞 设大 en 赞 设大 一群公民记者